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到教会主的殿 我们在这里敬拜主 愿圣父 圣子 圣灵 当为祢的真神 接受我们的敬拜 并且教导我们罪人 在正路上 用我们的生命 荣耀祢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要从 十篇十六篇 来谈这个题目 耶和华是我的 产业 意思就是财产 这是一个无形的财产 但是是最可靠 最真实的财产 耶和华是我的财产 打开圣经 你看十篇 十六篇 下面有几个小字 大卫的金诗 大卫的金诗 这一篇诗 怎么会标明 它是要做金诗 诗篇有时候会告诉我们 写作这一篇诗的背景 发生了什么事 写了这一篇诗 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作者 那这十六篇 下面的小字说 它是大卫的金诗 什么叫做金诗 你诗想看看 你对黄金的态度是什么 那这一篇诗 就是有那个价值 诗篇 十六篇 这是大卫的金诗 表示 这一篇诗的经文 是很宝贵 是很重要的属于的教导 就像黄金的宝贵一样 我们来看第一节 上帝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们活在世界上 有许多危险 有一些危险 有一些事 不是我们有办法 可以保护自己 我们需要寻求神 所以作者 大卫 他向神祷告 上帝啊 求你保佑我 虽然他是国王 国王不一定 都是安全的 还多人想杀国王 所以他说 上帝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只有神 才能够真正24小时 随时随地 无论在哪里 只有这一位神 上帝 他可以24小时 都保佑我们 都帮助我们 都赐给我们平安 人做不到 只有上帝 所以大卫 他寻求神 来帮助 我们活在世界上 真的是危险 看一些图表 这是2016年 国人 史大史英 这个图表 来自于 卫生物理部 的公布 第一 恶性肿瘤 二 心脏疾病 三 肺炎 特别现在 空气污染的问题 第四 脑血管疾病 第五 糖尿病 第六 事故伤害 这是2016年 国人 十大史英 那一个人可以说 我可以控制 我的健康 我可以掌管 我要活几岁 我出去一定平安 不一定 五天 连降 不晓得已经发生 多少个车祸 谁能够说 我开车出去 我骑摩托车出去 我走路出去 一定可以平安回来 不一定 世界 我们只要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充满着危险 连走路都有危险 还有战争的危险 这是叙利亚的内战 已经打了许多年 这是一个城市 打得像垃圾场 一个废墟一样 这是人 在城市发生战争之后 人开始整理家园 哇 很可怕的景象 家不像家 家道像比较像废墟一样 这些都是危险 生病的危险 交通上的危险 人与人战争的危险 我们不知道 随时会发生 哪时候会发生 我们只能够像 诗篇的作者大会 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 求你保佑我 只有神的保护 才有真正的平安 上帝也乐意 赐福给寻求他的人 马太福音七章 第七节 告诉我们 寻求就寻见 上帝喜欢有心 寻求他的人 诗篇十六篇一到二节 上帝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 我的心啊 义成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一个会祷告 寻求上帝保护的人 不是软弱的人 他是谦卑的人 反而是一个人 不想祷告 觉得他很强壮 他不需要上帝保护 这是一个骄傲的人 谦卑的人 会知道自己的软弱 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维持自己的平安 危险哪时候发生 即便哪时候发生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 用谦卑的心 向上帝导到 求上帝保护我们 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 不在上帝以外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上帝也创造人 上帝拥有一切 所以我们所有的好处 都在上帝那边 我们一离开主 我们就充满着危险 第三节 论到世上的圣名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世界上的圣名是谁 也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圣名 我们是天国里面的圣徒 圣经说我们又美又善 我们会觉得说哪里有 我们真的没有美 也没有善 圣经说 我们这些人是上帝最喜悦的 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我们这些罪人 上帝怎么会喜悦我们 都因为一件事情 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这个罪人 接受耶稣的救恩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 被病在十字架流宝血 替我们的罪受罚 我们这个罪人变成圣名 在上帝的眼中又美又善 上帝喜悦我们 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接纳 上帝现在看我们 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遮盖我们了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圣名 又美又善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恩典 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提的 这一篇诗是大卫的金诗 金诗就是这是很重要 很宝贵像黄金一样 这是一个蒙福的秘诀 所以十篇十六篇 我们如果把它弄清楚 我们接纳 我们就得到这一个蒙福的秘诀 第四节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上帝 才是独一的真神 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如果我们不敬拜真神 不敬拜这位我们生命的源头 他是我们最大的祖先 如果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就是以那些假神来代替耶和华 他不会有真正的平安 真神只有一位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 只有一位 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父亲两位三位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父亲只有一位 每一个人的父亲只有一位 我们生命的来源只有一位 创造天地的主 耶和华上帝 他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我们应该敬拜他 他是真神 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如果我们以别神 那些都是假神 那些假神在迷惑我们 我们看一个经文 四诗纪五章八节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 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 这是在以色列发生战争之后 有人记录了这一段 这是一个历史 当以色列人不再敬拜真神 耶和华上帝 他们选择新的神 征战的事就到了 仇古的事情就增添了 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地 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 上帝就不断地教导他们 敬拜上帝 生命记有很多这样的经文 你敬拜上帝 上帝要怎么样怎么样来赐福给你 你一离开上帝 你选择新的神 灾难就来了 以色列的历史就很清楚地记录这一些 为什么有人真的神不拜 反而去拜新的神 这些新的神是魔鬼撒旦在迷惑人心 意思是你拜那个神你会发财 你拜那个神你会健康 你拜那个神你有什么地位 有什么目的你能够达到 新的神 其实不是神都是假神 那是魔鬼撒旦在迷惑人心 用一些事物在引诱人 你不要拜上帝 拜上帝没有用 你拜这样的神 你会发财 会健康 会升官等等 以色列的历史已经清楚告诉我们 当人离弃创造天地的主 人不再敬拜耶和华上帝 人选择新神 失去平安 诗篇十六篇第五节第六节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忠的分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财产 但是一般人不这样认为 一般人认为什么呢 我银行里面的存款 那个才是真正的财产 我们家里面的黄金 珠宝 钻石 土地 楼房 那个才是真正的产业 那是真正的财产 所以人 世界上不论在哪一个国家 大部分的人 所追求的是世界上的财产 这个上帝看不到 这个上帝在圣经里面自己介绍 上帝是我们的财产 一般人认为 看不到的上帝 看不到的财产也是不到 好像没有什么用 但是这个是最真实的 路加福音12章20节 路加福音12章20节 告诉我们 有一个财主 非常有钱 他对自己说 我的东西太多了 我要盖更大的仓库 把我的东西都放在那里 然后对自己说 灵魂啊 安安逸逸享受你一切的财宝 可是路加福音12章20节 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归谁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谁是真正的财产 一个人拥有一切 可是上帝说 我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 所以上帝才是真实的财产 最可靠的财产 第六节 告诉我们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江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上帝如果真实做我们的主 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产业 将来在天上那个 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 将来我们在天上享福 我们就会非常感恩 哎呀我们这个卑微的罪人 我们居然能够到天上跟上帝 永远住在一起 永远享福 我们的产业 就是我们的财产 真实美好 那是上帝所赐人 不是世人所赐人 第七节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 也警戒我们 上帝今天仍然会指教我们 警戒我们 有时候就像现在做礼拜 当我们打开圣经 上帝用祂的话 或是圣灵的感动 上帝在引导我们 上帝在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 我们有上帝 上帝会不断的教导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走错路 有时候我们会做错事 上帝的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 不断的提醒我们 这样做不对 走这条路不对 这样走在正路上 被上帝的圣灵引导的 被上帝的圣灵警戒的 是非常蒙古的 因为我们离弃上帝 我们不要上帝的圣灵管我们 我们可能就慢慢一步一步走偏 刚开始偏一点点 以后越偏越大 走向灭亡的道路 感谢神 有时候上帝会警戒我们 祂要我们走在正确的路 蒙古的路 第八第九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祂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脸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作者大卫 他说我将耶和王 常常常的把上帝 摆在他的面前 他不是说 礼拜天 我们做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六 把上帝都忘记了 不是 这个作者大卫是 他常常每一天 每时每刻 把上帝摆在我面前 上帝是牧者 那我们就像羊 羊跟随牧者 才有真正的平安 牧者也会关心羊 一切的需要 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态度 应该是像这个经文所说的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每一天 每时每刻 跟随上帝 听上帝的话 当我们读圣经 我们就会把上帝的话 记在心中 有一天 有什么时候 有什么需要 那个经文 就跑出来了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事是可以做的 那这个事是禁止 不可以做的 不犯罪的人 还是蒙福的人 我们把上帝摆在我面前 我们就不止咬动 因为那一位牧者就在我们前面 我们这些小羊跟随牧者 牧者会为小羊来负责一切 第九节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脸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你看到这个经文第九节 他把一个人组成一个人的第三个部分 都讲出来 肉身 心跟脸 一个人肉身就是我们的肉体 这个生命 我们的心 我们内在的生命 脸 只有人有脸 动物没有 你看上帝创造动物 没有向那个动物吹一口气 所以动物没有脸 他不会敬拜上帝 我们在这里敬拜的都是人 动物不会跑来教会说 我也要敬拜 他不会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所以同一个人亚当 吹了一口气 他就成为有脸的活人 那个脸可以跟上帝的脸相通的 会想敬拜上帝 我们整个人的组成就是 身心灵 敬拜上帝 听上帝的话 我们身心灵 这个经文第九节 最后那句话 也要安然居住 就是平安 听上帝的话 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结局就是平安 这是最模糊 最好的生活 第十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这一个经文 在新约圣经 出现了几次 其中以次 在始古行传第二章27节 彼得讲道的时候 用到这个经文 这个圣者是谁 就是耶稣基督 后来始古行传 十三章 三十五节 保罗讲道的时候 又在耶稣 用到这个经文 圣者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还没有降生 诗篇十六篇 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 那是在耶稣基督 降生之前 差不多一千年 耶稣基督 还没有降生 已经预言 将来 有一位圣者 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的受高者 是弥赛亚 也就是救主 他要来这个世界上 为人的罪 死了 为人的罪 受嫌罚 但是 他的灵魂 他不会一直在 阴间受命 他会复活 他的身体 也不见绝坏 耶稣 为我们的罪 死了 三天以后 复活 你看上帝 在耶稣基督 还没有降生之前 一千年 他已经一直 在计划 在安排 我们人的救恩 上帝爱我们 目的 就是希望 我们能够 对被赦免 我们能够享受永生 我们能够将来 跟上帝永远一起 在天上享福 这是上帝的目标 希望 希望人人都得救 没有一个沉沦 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不乐 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 什么是生命的道 我们看一个图片 这是上一次西藏精神领袖 也就是佛教密宗的 这一个精神领袖 达赖来到台湾 这是高雄 巨蛋 体育馆 这里告诉我们 为了要见到达赖 学生请假 不上课 他们到体育馆 他们要看达赖 崩坏 他们想知道 达赖 这一位佛教徒眼中的神 活着的神 他能够给我们什么 有人问他 这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 有人问达赖 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达赖回答 我不知道 如果达赖 他对生命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说 生命的最终极的目标 往哪里去 如果达赖不知道 当然也不能带领他的信徒 走到那个最高境界 生命的最高境界 老外不知道 耶稣知道 我们看这个天文 约翰福音14章第6节 我们要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14章第6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耶稣说 我就是要帮助 真理生命 若王父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母那里去 这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耶稣说 他知道那个答案 他就是道路 一个人 有耶稣 他才有路可以走下去 我们将来在天堂是永生 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 将来他是在地狱 无路可走 信靠耶稣 那就是一条路 通往永生的路 耶稣说 他也是真理 他是真神 他讲的话 才是真理 他的教训 没有错误 他是生命 他是生命的源头 圣父 圣直 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共同创造宇宙万物 共同创造人类 又给我们生命 所以 耶稣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一切拥有着 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说 耶稣华是我的产业 上帝是我的财产 我们拥有上帝 我们人生这一条路 他走得下去 将来是在天上 可以到处玩 到地狱了就不行 无路可走 上帝是真理 他讲的话都是真理 他不会改来改过去 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 他的话里面 带着各样的定虚 上帝就是生命 我们拥到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认罪悔改 离开罪 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永生 结论 十篇 十六篇 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上帝就是一切的源头 我们生活中的需要 只要信靠这位上帝 上帝是我们的财产 把上帝常常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跟随他 圣经两个应许 这个红色的字 这一部分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一个人信靠上帝 有上帝做我们的天父 他就像牧者 照顾小羊 我们会满足 上帝可以供应 我们一切的需要 生命计 就有很多这样的应许 你信靠上帝 你听上帝的话 上帝要赐福给你 无论你的城市 你的田园 你的家 上帝要赐福 第二个应许 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一个人必须有永生 他才能够享受永远的福乐 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永生 我们是没有永生的 人在世界上只不过短暂 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永生 才能够享受这样永远的福乐 就是接受上帝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助 请求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耶稣是神 祂是永生的神 永生的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有永生 才能够享受永远的福乐 这是最好的财产 世界上也许人可以天变成 像郭台铭这样有钱 不过那也不过是转战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请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救助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自己也要悔改离开罪 我们就有永远的福乐 所以上帝是我们的财产 今生我们能够得到满足 将来有永远的福乐 这样的恩典都因为耶稣的缘故 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罪受罚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 将来在天上永远享福 所以上帝是最好的财产 地上的财产都是转战的 几十年过去就没有了 上帝才是真正最宝贵的财产 所以这一篇诗说 这是金诗 这是跟黄金一样宝贵的诗 十四篇十六篇 就是一个蒙福的秘诀 蒙福的秘诀是什么 第五节说的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上帝是我们的产业 如果我们以上帝是我们的产业 当帝是我们的财产 我们拥有上帝就拥有一切 包括永生 我们来祷告 主啊谢谢你 今天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守主日 我们来敬拜你 谢谢天父 在一次有你自己宝贵的话 教导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短暂 也知道上帝才是那最可靠的财产 最可靠的宝贵 求主帮助我们一生 不离开主 永远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以上帝做我们的父 不再去拜别的偶像 因为上帝能够把更好 更美的福赏赏给我们 愿天父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每一位敬拜你 愿你赐给我们平安 我们各家的困难 恳求天父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产业 你是我们的梦者 恳求天父 你为我们 解决我们的困难 我们向你所做的祷告 求主垂听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不好 你给你够给你 existem 飞 门 收了 词 温 溏 有 是 我